我們今次講一下產業喪失了之後的狀況 和喪失了之後有什麼後果 我先用波士頓做一個例子 講一下產業發展和喪失的經歷 後來又怎樣 下集我們會講一下好像香港的狀況 我們說香港喪失了一些產業過去 我們有什麼機會回頭呢 首先讓我講一下波士頓 Facebook Dropbox都是很有名的公司 大家都一定聽過 大家都覺得它是直谷公司 但是其實這間公司本身都是在波士頓開始創業 它創業成功之後 那個創辦人才移到直谷 所以很多人都會覺得波士頓喪失了一個互聯網的產業 我們看看波士頓喪失了這個所謂會員網龍頭 會怎樣呢 我們看之前我們試試看波士頓整個 因為波士頓很長的歷史 因為它在美國 美國還沒見過英國人殖民地的時候已經成立 大家記得波士頓大屠殺才有美國獨立的運動 所以波士頓作為北美的名城 已經有百多年的工業發展 以前就有貝爾電話 有雷達 有去到五六十年代電子發展的時候 一直去 有所謂的網安電腦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有迪吉多 在波士頓附近 即城附近 有一條公路叫128公路 這個就是有很多科技公司在那裡商界成立 這些當時1010的公司都可能大家都沒聽過 年輕一輩 它也消失了 但是隨著電腦世代發展 其實波士頓又有一些新東西發展了 譬如有一隻東西叫做Visicail Visicail就是第一代的殺手軟件 當然這個就不是用在互聯網上 它是用在Steve Jobs的蘋果Apple II電腦 在那裡的 年輕的聽眾可能沒有聽過 但是我的年紀的人 可能我們中學、大學的時候 都拿來搞過也不一定 就好像這個Visicail出現之後 其實導致到後來一連串的軟件 譬如我們用Lotus Nox 或者後來微軟 都是其實就著這個基礎發展出來 不過當然好像我們所知 其實波士頓在電腦電子產品的發展 就被這個直谷所取代了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 有本書很出名的 叫區域優勢直谷與128公路的文化 都需要一個很開放的文化 因為產品發展的不確定性非常之高 書的解釋就是 波士頓本身的城市氛圍 就比較由上而下 不會像直谷那樣由下而上 導致很多合作或者資訊交流比較慢 最後直谷就贏了波士頓 那我想輸了之後有沒有玩完呢 因為守了挫折之後 什麼都不行呢 其實我們看回 有全部東西 為什麼是這樣呢 因為其實除了一個產業 它出現有很多因素 支持不同的產業出現 也都有很多因素 在波士頓裡面 譬如說 他們1946年 可以說是現在創投基金的先驅 叫做 America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就是一個將軍 叫George de Roth 他是法國人 幫美國人打仗 後來很出名 後來就是哈佛的教授 所以我的發音 我都不太準確 這是法國人 這個人也很厲害 除了他在哈佛 設了第一間創投基金之外 如果大家在學界 可能聽過 歐洲的名校 叫Inseed Inseed 是這位將軍 在歐洲發起的 所以令歐洲有一間頂尖的商學院 如果不是歐洲 就頂尖的商學院都沒有 Anyway 這位將軍 發起成立幾多個投資基金 後來就投起了很多很成功的公司 包括Digital 後來成為美國最大的電流 第二大電流公司 所以 一個作為先驅 其實在波士頓 吸引了很多新創公司 投資者 去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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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斷去加進去 在波士頓 幫助新的產業 和新科技發展 第二件事 當然也得益於 波士頓的心口 的人脈和學術的傳統 所以有很多新的青年 他們都可以在大學受到最先進的訓練 譬如 Mark Zuckerberg 大家知道 他在這個環境之下 創辦了Facebook 但是 大家看電影都知道 Mark Zuckerberg 在哈佛 他 搞了Facebook 他在波士頓走一轉 想找當地的投資公司 誰知道當地的投資公司 譬如有一間 叫做Battery Ventures 他看完之後 因為當時已經投了另一間 好像Facebook 叫做Franster 他們覺得 亦都不太了解社交媒體的發展 所以 沒有投到他 Mark 電影所說 好像直谷 放下暑假 有人介紹他 認識Peter Thiel Peter Thiel 是一個很傳統的投資者 一見到Mark Zuckerberg 就驚為天人 覺得不投不行 其實他很少投初創 有50萬萬 10%的股份 所以Facebook 後來就留在當地發展 其他歷史 Dropbox有些相似 他又在Bosson上創辦 因為他是MIT 不合身 他搞過一些新企業 後來發現 這個所謂Dropbox 那個Idea Adventure 但也都在Bosson 找不到一些支持 所以他唯有 就走了去 直谷找機會 就 穿入了Y Combinator 一個加速器 其他又是History 所以其實在這個 所謂Social Media的發展裏面 Bosson都錯過了一些機會 當然 他錯過了機會 不代表他 Bosson沒有一些好的公司 雖然說沒有一個龍頭公司 但其實他們仍然有很多 很出色的企業 一些新創 跟其他公司合作之後 就成為一個行業的先驅 例如公司叫做EMC EMC 記憶體 可能大家做這一行都記得 被Dell收購 Dell收購之後 整一個架構 後來變成伺服器的標準 就是Dell EMC Intel 視伏器就在Cloud 螢幕還未出現之前 是行業的標準 Bosson喪失了 可以說電腦或者互聯網方面 就龍頭地位沒有了 但是 好像是玩完了 好像我之前所說 又不是 是的 有趣的是 其實 在1980年的時候 當 我們講了Viscail出現的時候 Bosson 因為當地有很多科研 又找到一個方向 就是所謂BioTech 現在當然大家都知道 Bosson已經變成 他都是創業很厲害 但他就不是互聯網創業 他就是BioTech方面創業的重鎮 在一個地方叫Candle Square 一個幾公里的地方 集中了很多新藥廠 和科研的實驗室 以前的大藥廠 就自己搞的 垂直地做科研 就找一些深山脈林 混了一些人 就捏過 但現在發現 其實這樣做 效率很低 其實開放式的科研實驗室 科技生化科技實驗室 是更加可以幫到他 所以Candle Square 就變成現在全球 可以說很集中的 新科方面發展的基地 但這件事是怎樣來的呢 提前所說 其實80年代的時候 有一位幾位 其中一位最出色的人 叫做Robert Gilbert 他其實發明了一件事 叫基因重組技術 叫做Recombinant DNA 當時很新的 很害怕的 當時做出來之後 把DNA重新組件 變成科學怪人 所以在Boss上 有一番辯論 即是學界 業界 和社會上一些人 覺得 其實這件事 你做了實驗室 會不會搞到污染 或者令到很危險等等 當時市長很害怕的 所以他組織了一班人 一起去互相討論 即是學界等等 市議會 他們竟然討論完之後 這個就是要說回 可能他有一番好的架構 或者管治 或者民主程序 他真的覺得OK 可以搞 但就定一套的標準出來 講清楚什麼可以做 什麼時候可以做 而這件事 因為recombinant DNA 全世界都是很新的 大家都有很多新人想做 但都不知道 在哪裡可以做基地 但Boss上一定了 這些法規則 大家突然覺得 哇!Boss上很棒 我只要去到那裡 我就知道什麼 尋規道 就可以做回所有的事情 所以變成 大家就走去發展 其中一個先驅 就是BioGen BioGen 就是人造而倒數的發明公司 他開了六戶 然後Walter Gilbert 又帶著社群人一起 繼續發展這間BioGen Gilbert後來也拿了諾貝爾獎 BioGen 入了龍頭 所以在這件事裡面 我看到其實 Boss上雖然失去了幾個產業 在這麼多十年 但其實不失去一代 又沒有新的一代 最重要的地方 就是去把握一些機遇 利用自己本身 心下的底腕 再去發展 香港過去幾十年 都沒有了很多產業 我們有什麼可以做呢 下回再說 Enjoyed it? Please follow our Patreon channel to learn more about international business on treasured knowledge latest innovation and scholars insights and even more See you soon! 我們會贏 點燈 出版日本